王碧盛不是神嘛 对抗病毒一定有他的科学方法可以防堵 但现在科P有在用科学方法吗 来范老师 现在我们看到中央希望能够提供协助 但显然是被科P所拒绝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科P所打的一个战术是什么呢 只要疫苗其余免谈吗 其余的话就是疫苗打下去就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 全国民众还要等他等多久呢 陈思忠讲得很清楚嘛 打疫苗是预防嘛 不是治疗嘛 所以真正应该做 就是把这些相关的人做隔离嘛 如果是筛检是阳性的 那当然要送医 如果是阴性的 那希望保持跟其他的家人的隔离 避免造成这个疫情的扩大 这也是正办嘛 所以我必须要讲 这科文哲现在他耳朴里面 最不想听到的三个字叫王碧盛 因为他觉得很痛苦 他是来打脸科P的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现在我跟你讲 科文哲 你虽然没有错 因为王碧盛在金元殿这个事情是相当成功的 对 那现在大家就会拿你科文哲你跟王碧盛比 你现在你又不要王碧盛来帮忙 到最后如果你搞了一团乱 那你就被比下去了 所以我不需要讲了 大海退了 谁有没有穿裤子就知道了 我觉得科文哲你现在 他在赌 他在赌说 他如果赢了 你们这些人批评我的人 你们就完全 根本就是过去是对我的谩骂 不是这个正面的批评 但是如果他输了呢 他输的话是全台湾赔进去 你的政治前途我不在乎 但是你赔掉的是台湾的经济 台湾民众的生活 我们不能跟你这样赌啊 你可以赌你自己的政治生命 但是我们跟 为什么跟你一起被迫赌下去呢 对 范老师你看 那你觉得用科幣用赌的 你觉得他会赢吗 光他用讲的方式跟做的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结果了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一直很相信 立竿见影 但是很多事情不是 你都能够这样做的 就像他说 6500G把我打完 结果是什么 上下没有配套措施啊 你说好打完 下面卫生局想怎么办 怎么办 好心甘送你一点 帮我打完 这倒只能这样乱搞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有配套 台北市明明有6000个医护没打 把这6500个 分配给6000个医护 然后我们不要急 不要赶 把他有持续的打完 不是一件好事吗 而且还有北农那边 如果照他现在来看 那北农也应该来打 对啊 他就是下个 这个立军状 就好像我就是要 就要这么做了 非得做不可 大齐灰 问题是很多事情 不是你这样子说 就可以去做 因为你下面有太多配套了 他像说 把4000个人全部抓来 把绑来打针 干嘛 你知道你是个古代 你是什么 升堂了 你是现老爷吗 把绑过来 可以这样做吗 感觉他很想学中国那套 就是那种一声令下 全部大家都要执行完毕 所以我必须要讲 他活在 他这个东西在中国或许可以 但在台湾不可能嘛 那这4000个人 第一个 你没有办法强迫人家打 你只能够怎么样 把他们匡列起来 协助他们来 尽快地打到疫苗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克文哲他这个思维 他一直相信 他这样 他现在也变成开工 没有回头见了 他已经表达这个立场了 他只能这样走下去了 那我们只能够祝福 我们台北市民 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个疫情 我们也只能祝福 这个东西比较扩散 然后让我们在28号那天 可以看到一个曙光 否则我觉得 其实到现在为止 大家的心都已经很疲惫了 这个这么久 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我们过去的表现也非常好 加上美国的疫苗也进来了 我觉得现在 克文哲你看 今天这个快筛的状态 还是一样 堵在那个地方 你不能够找一个大礼堂 让大家 大家轻轻松松地坐在那边 集结你台北市所有的医护人员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难的 一点都不难 但是感到在台北市 就是步履为奸 搞得大家这边怨声载道 本来已经这些北农的这些员工 本来就已经很紧张了 现在要塞又塞不到 他们心情当然更不好 那这当然就会爆出口 这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 既然你答应大家塞 就是应该大家到了 就可以塞到 而不是来了之后又回家 那一来一往之间 又增加了感染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 找一个大礼堂 有冷戏的大礼堂 学校这么多 你随便找几个 然后让大家有 然后集结医护人员 所以我会觉得 柯文哲如果他 这个整个死灰系统 还是这样的话 不去寻找新的协助 我觉得只会让这个问题 不断的延烧 那我就觉得 就是台北市民真的 不断在这 从上个月到现在为止 从打疫苗 我们看到这些老人家 还要爬好汉坡 拿着拐杖 拿着轮椅 然后去打一个疫苗 到今天为止 真的是个字 荒腔走版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